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真题讲练环节 那么在这里呢 大家可能刚刚已经做完一篇文章 接下来我们会针对文章来做一个主意的讲解 那么我们这一篇文章呢 叫做One Crop Economist 那么叫做单一作物经济体 这种单一作物经济体呢 其实并不见得一定指农作物了 我们看完这篇文章就会知道 它指的所有这种 只依赖单一一种东西的经济来源的这种经济体 好 接下来我们来逐一的讲解一下这些题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 那么第一题呢 我们也是一个词汇题 我们来看 首先我们要看一看它的语境 那么这个单词呢 本身它处在我们这个原文当中的第四句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句 第四句它说了 The only conditions are that it comprises an inordinate amount of revenue in region's economy 所以这里面出现了我们的生词 叫做the only condition 唯一的条件是 它能够 comprises an inordinate 那么出现了这个词 所以我们看语境的话 本句当中没有什么逻辑关系或者并列 我们就看上下句 我们看一看它的上句 也就是我们的第三句呢 第三句中它说到 One such example 一个这样的例子 is a past over-dependence of farmers in 那么其中一个例子呢 是过去的南部的美国的一些州呢 过于依靠棉花 However呢 但是啊 A one-corp economy may refer to any product 那么在上一句做了一个转折 转折说 但是这种单一作物经济体呢 不仅仅用来指作物 然后接下来说 它叫做单一经济体的唯一条件是 它组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呀 inordinate amount of revenue 它能够提供什么呀 非常的多的利益 就是说你从某一个作物当中 得到很多钱的话 我们都可以称这个东西叫做 One-corp economy 所以上下句结合在一起呢 我们在这上面说 不限制在一种作物上 而唯一的条件是 这种作物能给你带来多少收入 所以我们这儿呢 选择第三个选项 Excessive 那它得能够给你带来大量的收入 而且你大量的依靠它 这才能叫做单一作物经济体 所以这里边的inordinate 本身它的意思就是 过多的无节制的 那么这道题 我们正确答案选三选项 三选项的Excessive 也用来表示过多的无节制的 那么A选项Appropriate 表示合适的 B选项这个单词呢 叫做相反的 第四 B选项呢 Sorry 好 那么我们来逐一的看一下 四个选项 A选项呢 Appropriate Appropriate呢 叫做合适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B选项 B选项叫做沉重的 抑郁的 那么接下来看三选项 表示过多的 那也是我们的中确答案 第四个选项呢 叫做Enduring 叫做讨人喜欢的 我们很难衡量说 某个作物讨人喜欢 我们只能说它带来的钱 和利益比较多 所以呢 国家会过多的依靠它 使这个国家成为单一经济体 那好 单一作物经济体 那么这两个词 我们注意一下 第一题呢 我们正确答案选择 第三个选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 第二题 我们看它的题杆 叫做 Wait of the sentence below 下面哪一个句子 最好 那又是我们的句子 简化题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马上的考察一下原句 我们来看一下原句 原句一上来就出现了一个 although 那也就出现了一个让步 那么我们看看它在哪些方面做出了让步 原句说道 Although one-corp economies 那说尽管单一作物经济体 offer some advantages 提供了一些好处 They are unreliable and at risk 那么这是说尽管它有好处 但是一般来讲 它用了两个词 第一个是不可靠 第二个是有风险 它是又不可靠 又有风险 所以前后做了一个对比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四个选项 我们来看A选项 A挺迷惑的 因为我们从表面上来看 A既有转折又有most 那么我们原文当中 在这个原文当中 我们没有提到most这个极端程度词 所以这个A是most 可以帮助我们排除掉 那原文没有这个极端程度词 有转折我们也不能选 多出原文中没有的极端程度词 必错 接下来我们看B选项 B选项说 There are fewer benefits 说它的好处要少 than detriments 比起坏处来说 那么especially 尤其是因为它们能够 被不同的因素来影响 而我们的原文说的是 它们有风险 At risk 风险的原因是什么呢 Due to 因为a number of outside factors 因为很多的因素 导致它们可能会快速地崩溃 所以这道题我们正确答案选B 有同学会说 老师B选项没有转折呀 但是呢 我们在这做了一个比较集 原文的意思是说 虽然它有好处 但是也有坏处 我们变成比较集 说它的好处没有坏处多 其实也是可以的 所以能回忆一下 我们之前讲的解题方法 在讲同一事物的同时呢 转折和比较集 可以互相转化 所以这道题 我们正确答案选B 就像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如果说 A爱学习 但是B不爱学习 其实呢 我们换成比较集 就是A与B爱学习 对不对 这道题正确答案选择 B选项 接下来我们看三选项 三选项呢 说outside outside forces 这个词原文中 也不是完全没有 但是我们注意 在原文当中 这个outside factors 是作为宾语的 也就是不主要成分出现的 那么它作为不重要成分 在三选项中变成主语 就出现了我们所说的 这种升级的情况 那么肯定也不能选 你一个次要信息 怎么能变成主要信息呢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选项 第四个选项说到 because one crop economies 因为单一作物经济体 不能 人们不相信它会成功 所以they almost always 一下子多出两个 原文中没有的程度词 一个almost 一个always 所以这道题呢 第四个选项也不能选 本题的正确答案呢 我们选择B选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 第三题是一道词汇题 我们来看一下语境 那么我们找到这个单词 它本身在第五句 我们来看一下第五句 第五句呢 说到welling welling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词我们都知道 well表示鲸鱼 所以它在这儿呢 名词做动词用 welling呢 表示捕杀鲸鱼 那么它说到呢 这个捕杀鲸鱼 with highly 怎么样的business 那么primarily because 语境当中说到了 because of the innumerous amount of blooper 那么说呢 补经的这个业务呢 是一个高度怎么样的商业 因为这个商业提供了 大量的blooper 而blooper什么意思呢 我们通过读一下下去 又能够对照出来 我们再看一下第六句 原段的第六句当中说到 the blooper was turned into oil 这东西能变成油啊 所以我们想它如果能产生大量 变成油的东西 那么这东西肯定能赚很多钱 所以其实前面呢 说补经业是高度怎么样的商业呀 高度赚钱的商业 对不对 所以呢第三题 我们的正确答案选择 A选项 那A选项叫做profitable 高度赚钱的职业 这一选项呢 这个词我们叫做 有声望的 那有声望有名望的 这个补经业跟有声望有名望 是没有关系的 接下来呢我们看三选项 三选项这个词呢 叫做富裕和丰富的 那我们也跟这个没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主要是说呢 它能够赚钱 所以呢第四个选项 advanced的叫做进步的 也没关系 那这道题我们正确答案 选择A选项 另外呢 这个blooper指的是精子的意思 补经业呢 从精鱼身上得到这个油脂 然后作为oio的一个来源 从而赚钱 那这是我们的这道题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题 第四题是一道纸带题 那纸带题的话我们看 它这里问的是谁呢 问的是eats 那么我们先找到这个eats 在哪儿出现 在我们的第七句 那第七句中说了 Over time New Bedford came to rely almost solely on the world industry and its citizens 大家一看到and 就知道这题怎么做了吧 and是不是有结构并列呀 如果结构并列 前后半句做并列嘛 前半句说的是 New Bedford 怎么怎么样 后半句说eats 那么这个eats一定指的是 New Bedford 所以这道题呢 我们正确答案选择 A选项 那这是我们另外一个 找并列结构的 这样的一个指代题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New Bedford 叫做新北德福德地区 那么这是美国马省的一个地区 那新北德福德地区 那么它怎么是单一经济体呢 我们这篇文章中 那么背景我们稍微的做一下拓展 在19世纪中叶 由于对补精液的垄断 那么新北德福德呢 得到了非常好的发展 而且当地人的收入 在当时全世界的范围内 都是名列前茅的 后来呢 由于精油的销路 这个因为石油制品推广 因为人们有石油 就不再用精油了 所以呢 它的精油的这个 当然这个精油 不是我们女士平时用的那种 什么芳香精油 对吧 那么这里指的是 从精鱼体内提取的这种 那么这种精油呢 就因为人们不再去使用 而渐渐衰落了 更何况美国加州 后来又出现了淘金热 所以呢 这个地区的经济 就迅速衰落了 那所以这是它的一个背景 那么这也就是单一经济体的 一个威胁所在 那 那么这是一张 新北德福德的一张 这个风景的图片 那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就靠海的位置 然后呢 补精液会非常的发达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五题 第五题呢 我们来读一下题干 先判断一下它的题型 第五题说到 According to Paragraph 2 根据第二站段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下面哪一个关于 新北德福德是正确的 好 它确实是细节题 可是这个NB呢 这个缩写还挺有意思的 对吧 NB呢 那么说这个NB 它的新北德福德的 哪一个是正确的 但是这个词 其实在这个段落当中 出现的非常多 我们是没有办法 做精确定位的 如果无法精确定位 我们只能拿着选项 逐一定位了 那 好 接下来我们拿着选项 来做一个逐一定位 那 接下来我们来看A选项 A选项说到 It turned to wall in window 说它转向补精液 当纺织液衰退的时候 我们看看哪里提到纺织液啊 我们回原文做一个定位 那原文呢 实际上在我们 这个自然段的第九句 第九句当中 提到了纺织液 我们看看它是怎么说的 第九句中呢 它说到了 It was only 只有到了1880的时候 当纺织液开始 雇用一些人的时候 它的经济才恢复啊 所以根据第九句 我们知道 原文的意思是 本来人家靠补精液 补精液衰败以后 直到纺织液兴起 它的经济才恢复 可是A选项的意思是说呢 它转向了补精液 当纺织液衰败的时候 前后顺序颠倒了 第一个我们不考虑 接下来我们看B选项 B选项说到 The city was founded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这个城市在19世纪被创建的 那么我们回到原文 我们只知道它的补精液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至于城市什么时候创建 是没有提到的 我们也不考虑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三选项 这个是三选项 我们来看一下三选项 它说 The people living there help the process well blooper 住在那儿的人 帮助去刮这个精油 但是呢 是否有帮助到这个环节 我们只知道 当地人主要靠补精 但至于呢 这个help process blooper 我们是不清楚的 未提及选项 第三个选项 也不考虑 那么只剩下第四个选项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选项 那第四个选项中说到 It was a home port for most American welding ships 说它呢 是美国补精船的一个家 那么就是大家都停到那儿 我们回原文对照一下 实际上在原文的第四句 提到了这个概念 我们看看它的第四句 是怎么说的 第四句说了 At its peak 在高峰期的时候 The American welding industry 那么美国的这个补精船 差不多有700艘船 那么有400艘船 都是来自于新北德福德的 所以我们说它是 home port 也是非常可以合适的 那么这道题 我们正确的按选择 第四个选项 不好定位细节题 也只能采用选项 主义定位的方式 另外我们注意理解 你像这个A选项 就是个迷惑性很强的选项 它采用了很多 你曾经见过的词 让你产生一种幻觉 觉得这些词可能是 这个选项可能是对的 但其实词虽然跟原文一样 但意思已经不同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六题 第六题当中说到 The author's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industry 作者对于补经页的描述 提到了以下所有 除了又是一道否定信息题 实际上 我们对于这个自然段 以及对于心费德福德的 补经页的情况 通过刚才的做那些道题目 已经非常了解了 所以这道题也可以结合上题的敬畏点 这是我们在做单独题目时 享受不到的一个好处 当我们真正考试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上下题之间信息的关联 来迅速的做题 像我们刚才的第五题 已经把补经验的信息都树立好了 那么第六题呢 我们可以直接来看一下了 这是一个结合上题的定位点 来做题的 第二个呢 是我们的否定信息题当中 带有极端程度词的选项 又往往比较容易错 所以我们看第六题当中 有一个词叫做untair 全部完全 第三个选项呢 它说到 A的created 它创造了一个单一作物经济体 在整个海岸线 叫做untair coast 原文有没有这个untair呢 是没有的 所以这道题 我们正确的答案选三 本身它有极端程度词 就已经很让人怀疑了 那么ABD都有对照 我们看一下A选项 A选项呢 说它有很多船 那这不正好是第四句吗 说它是home port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看B选项 B选项呢 说当新的工业兴起的时候 它就崩溃了 新的工业就是石油吧 第八句中我们说到 自从石油开始以后 经油这个行业就不太有人用了 所以呢 第二个也是提到过的 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选项 第四个选项说 It helped the people of new bedfold earn a large amount of money 说它帮助那个地区的人 挣了很多钱 我们回原文做一个对照 在原文的第七句当中 那我们来看看第七句 第七句说了 Over time New bedfold came to rely almost solely on in walling industry 那个时期的新贝德福德 几乎完全是靠补经验的 并且 It's citizens became fabulously wealthy 变得特别特别有钱 正好对于上我们的第四个选项 所以这道题呢 只有30没有提过的 正确答案 我们选择C选项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七题 第七题说到 The author of the passage implies that plantations 我们一看imply 就是什么题呀 推理题 对不对 那么我们看题干中 还有个词可以帮助我们定位 叫做plantations 叫做种植园 所以他让你推 从原文当中能够推出 跟种植园有关的什么事 所以接下来我们回到原文当中 可以做定位 看看哪里有提到种植园 我们看原文的第四句中提到了 种植园 原文第三段第四句 说到 Well the innumerous plantations 当很多的种植园 That dotted the line 有非常多的种植园 而且dotted the line 在这个土地上到处都是 对不对 这是一处 那么还有一处提到种植园呢 叫做我们的第一句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句 第一句说到 One crop economies frequently exist 那么单一经济体呢 经常是存在在一个超出单一城市的 这种级别之上 所以第一句是这个自然段的 整个的一个核心句 而种植园算段落当中的一个例子细节 所以我们看 它的核心句是想说 单一经济体不仅在一个城市里有 我们反推一下 如果它说单一经济体不在一个城市里有 就意味着许多其他城市也有 所以许多其他城市也有 接下来举的例子是种植园 我们就能推出 种植园也不仅在一个城市有 许多地区都应该有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选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A选项 A选项说到 became lives prevalent 变得不那么盛行了 这不对 种植园到处都是 这不是dotted吗 对不对 接下来看B选项 叫做 what scattered around the soils in various locations B选项最关键的就是提到了 virus location 那在不同的地方都有 那么正好对应上我们的topic sentence 你要是在不同的地方都有 那么就意味着 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城市 叫做larger than a mere city 不仅在一个城市 正好对应上我们原文的这个信息 这道题呢 我们正确答案选择 B选项 三选项呢 说靠奴隶 我们通过常识 知道南方的种植园 可能是靠农历的 但是原文没有暗示 不能选 接下来看第四个选项 叫做 what concentrated near the eastern coast 主要在南部的东海岸 是否在这个地方 也不知道 其实是大多数都在 就大多数地方都有的 那不仅在一个城市有嘛 所以第七题 我们正确答案选择B选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八题 那第八题 他问到 why did they also mention 为什么作者题 这是一道什么题啊 作者目的题 那么作为作者目的题的话 这道题是一个比较 这个好做的目的题 为什么呢 它题杆里面 是不是就给了我们一个信息点 叫做sever wall 内战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直接回原文 去找内战这个点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看到 这个自然段的时候 大家发现 本身这个段落很长 它是一个长段落 本段一共有九句话 是个长段落 而且它的例子又靠后 我们的sever wall 出现在第七句话 一个三段有九句话 你这例子才出现在第七句话 这时候我们就想了 如果段落特别长 例子又靠后 可能是哪种情况呢 我们在终极阅读和阅读冲刺课程中 都有给大家讲过了 那肯定是段落分层的情况 所以呢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往往要看看这个段落 有没有分层句或者转折句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那么在我们的段落当中 快速扫描一下 我们迅速发现 在我们这个自然段的第五句当中 是有转折的 我们来看一下第五句 第五句说到 they profited from these four decades 他们通过这个赚钱 赚了几十年了 对吧 however 但是在1892年的时候 那么the farmer's fortune is changed 他的好运改变了 直到有一种虫子来到这个地方 那这个虫子呢 叫做bow vivo 那么这种虫子来到之后呢 他的运气改变了 所以接下来呢 提到内战 不管提到任何东西 都是想说这个虫子改变了农民 能赚钱的这种命运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选项 那我们来看一下A选项 叫做to place the arrival of bow will into the proper historical context 说吧 这个实际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虫子啊 叫做bow vivo 这个叫做橡皮虫呢 那么这种虫子会刻掉棉花 所以呢 他A选项的意思是说呢 把橡皮虫的到来 放到合适的历史背景当中 这不是重点 重点不是想说 这个合适的历史背景 所以A我们不考虑 接下来看B选项 B选项这说到 强调how much damage 这种橡皮虫到底带来了多大的损伤 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选择B选项 它到底带来多大的损伤呢 那么原文的意思是 也只有内战能跟它相媲美了 而且呢 我们的however转折句 说的就是这种虫子的到来 使得农民变得 命运没有那么好了 所以这道题我们正确答案 直接选择B选项 那么三选项呢 说解释是什么使得南方变成了单一经济体 这个不对 第四个选项叫做说呢 许多南方的农民决定让他的庄家多样化 那么这儿我们也没提到 这个地方唯一提到的是 橡皮虫对于农作物的一个损害 所以这题我们正确答案选择B选项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九题 那么第九题呢 又是一个词汇题 词汇题呢 我们又要来看一下语境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九句 那我们来找一下这个单词 来找到这个单词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语境 那在最后一个自然段的第九句这儿 它说到 at some point 在某一个时候呢 the all your feels will be exhausted 那这个油田总是会被用完的 or perhaps 或者另外有一种替代的能源 能够发展出来 much as it did to the well blooper 那后面说到了这个单词 那叫做absolute 所以我们想 这句话的语境其实是想说什么呢 石油早晚有一天也是会用完的 中东你别看现在很有钱 它是单一经济体 所以石油用完的那一天 就像精油被弄完的那一天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absolute对应我们前面的exhausted 表示用尽了用完了没有了 那么这个我们来看一下选项呢 那么A选项叫old fashioned 过时了 不是过时是没有 B选项叫做extinct 那灭绝了 我们一般说动物会去灭绝 那这个我们精油一般不说灭绝 那么三选项叫做impractical impractical就是不能再用了嘛 对不对 变得不能够操作 不能够用 所以这道题我们正确答案选择三选项 那么第四个选项呢 叫做some are you 第四个选项呢 叫做prohibitive prohibitive用来表示禁止的 它倒不是说禁止去找这个精油 而是说精油有一天被废弃 变得impractical 变得没有人用了 所以这道题呢 我们正确答案选择 我们的第三个选项 叫做impractical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十题 那么第十题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题杆 题杆当中说到 according to paragraph 4 根据第四自然段 the price of all you may increase 石油会涨价在什么情况下 所以作为一个细节题呢 我们在题杆中选出一个单词 叫做increase 涨价这个词汇 我们回到原文中看一看 原文中的哪一句提到了涨价 那么实际上是在我们这个自然段的第六句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六句 第六句这说了 at times 有的时候呢 especially when there are walls 尤其是在有战争的时候 natural disasters 自然灾害的时候 或者是政治动乱的时候 the price of all you is incredibly high 那么他在这列举了各种情况 战争啊 政治动乱呢 自然灾害啊等等 在这些时候呢 石油的价格都会很高 所以定位句我们读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选项 那a选项说 there are disruptive events 有一些呢 具有毁灭性力量的事件发生的时候 所以这道题我正确的答案选a 他用呢 disruptive disruptive这词用来表示 具有毁灭力量的事件 代表了谁呢 我们原文中说到的战争 那么还有什么呢 自然灾害 还有我们的政治动乱 所以这道题我们正确的答案选a 就可以了 一道比较直接和简单的 这样的一个细节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b选项 说有一些国家决定 不再去 pong表示泵油的意思 决定不再生产了 这个不对 那么三选项呢 demand for petroleum products 需要一些石油 对于石油的这个需要开始 变得怎么样啊 suddenly growth突然增加 也没有其需要 主要是讲自然灾害的事儿 第四个选项呢 说有些油田呢 没有油了 那么这是以后的内容 我们只定位在第六句 虽然这篇段 这篇文章的到第九句 也提到了没有油的事儿 但是细节题一定是定位在哪儿 在读哪儿 千万不要出现答非所问的情况 那这是我们的第十题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十一题 十一题是我们的一个句子插入题 我们先来看这个代插入句子 代插入句子 这儿出现了一个his 那么原句中说的 his contraption enabled people easily to remove the cotton from its seeds 说它的这个contraption呢 那么它的这个东西呢 使得人们能够轻易地把棉花中的种子取出来 所以这里其实是有一个指代线索的 一个是his 而且呢 contraption这个词呢 一个是his 另外呢实际上说它的一个一个一个机器 那么就意味着这句话 所在位置的前面一定提到过机器 所以我们回到原段当中来找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原段当中的这四个空 那第一个空前面 媒体人也媒体机器 它只说种植园超过了一个城市 那种植园所在的位置不仅仅是一个城市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空 第二空前面呢 说棉花是一个主导作物 也没提机器 没有提到he 接下来看第三个空 第三空前面说到呢 自从这个I leave Whitney 出现了这么一个人 自从这个人呢 发明了cotton gene cotton gene我们叫做炸棉机 自从他发现了炸棉机以后 怎样怎样 所以其实我们这里的his啊 代差句的his正好对应 I leave Whitney 然后呢 它的炸棉机使得人们的工作效率上升 所以这道题我们选择第三个空 也就是我们的c选项 那这是我们的11题句子插入题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12-14 那么又是我们的一个图表填空题 那么这道题呢 我们本篇文章的结构 就是讲到单一经济体 分别举了三个例子 有这个新贝德福德的例子 有美国南方棉花种植园的例子 还有中东石油的例子 其实做到这儿 我们已经不需要会员对照 可以分别来把选项分进去了 那么我们来看 首先先看新贝德福德 新贝德福德主要是补经啊 对不对 我们在做真正考试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直接点回到 新贝德福德段落再来看一看 那么新贝德福德是补经 我们看看有哪些选项呢 首先我们来看是第一个选项 叫做它的经济主要是怎么样啊 was disrupted 被一个新技术的进步而毁了 其实这个新技术进步指就是石油吧 人们从用动物油脂改到用石油 这是一个技术进步 那么在第二三段的第八句 有提到这个概念 所以一我们放到新贝德福德这儿 那么还有一个是我们看第六个选项 叫做it took over 20 years 那么它用了大概20年才恢复过来 实际上这对应着我们第二三段的第九句 贝德福德本来靠补经的 后来补经也衰弱之后一直就不行 直到20年以后 纺织业开始兴起的时候 它才有一些恢复 所以一和六都属于新贝德福德的情况 那我们属于第一类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呢 这个American South 美国南部 美国南部是棉花种植园 因为橡皮虫的入侵而导致不行的 所以我们看选项 第三个选项 叫做it's economy collapsed 它的经济崩溃了 那么because of an outside invader 这个outside invader 外来入侵者其实就是指的 第三自然段第五句的橡皮虫 接下来我们看第七个选项 第七个选项叫做the people engaged in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人们参与了不同的活动 following their economy's collapse 那么这个呢 第七句正好对应到我们第三自然段的 第七个选项对应到我们第三自然段的第八句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自然段的第八句 第三段的第八句呢 它说到 still there was a positive outcome to this 那么这个橡皮虫毁灭了棉花种植园 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这个橡皮虫falls the many 强迫那儿的人怎么样啊 去种不同的作物 所以正好对应上我们的第七个选项 美国南方这里我们选择三和七 那么最后呢 剩下一个中东 我们选择第五个选项 第五选项呢 叫做it relies upon 它只靠着一个作物 而且这个作物会inventually become depleted 这个词很关键 最终是会消亡的 中东主要靠石油嘛 所以这里说石油最终会被消亡 那对应到我们第四自然段的第九句 那那么最后呢 我们中东这里选择第五个选项 那那么这是我们的整个最后一个题的讲解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